寒冷的南極 一個大白在血緣上為科考隊員做核酸的畫面 讓網友們哭笑不得 中共喉舌新華社自豪的報導稱 自疫情爆發以來 中共在南極的長城站 中山站 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 至今保持零感染 網友們看到消息無奈地感嘆 中共病得不清 防疫防得走火入魔 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斷 自沙漠核酸之後 南極核酸也來了 下一步是不是要在南極全面消沙 5月12日 網上傳出一段沙漠地區居民大排長龍做核酸的視頻 網友調侃稱 本來每家每戶一年都遇不到一次 現在好 召集到一起給病毒一個機會 兩天之後 又有一段據稱是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 排隊做核酸的視頻流傳出來 有評論認為 中共如此花樣百出地折騰民眾 是想把控制人民的工具和手段常態化 這才是清零的真正目的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電視台記者喬安綠